王旭华 王旭华在40年前的今天,即12月14日,正满18周岁的我,便光荣幸运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 离开家里的那天早上,我父母亲既高兴又是依依不舍的心情,眼眶含着离别的嫩水,为我做好了早饭。 吃了早饭后,我向父母亲告别说,爸妈,你们辛苦了,现在我参军走了,再见吧。 这时,爸爸的眼眶湿润了,妈妈眼眶也流着嫩水。 他们就眼看着自己已整整养育18周年的儿子,将要离开自己,离别家乡,千里迢迢到部队去,到当年每个青年人都歇求的解放军队伍里。 此时此刻,则能不叫做父母的心情激动和准备着的别离天话的心情,但爸妈却淡定地对我说, 叙华,你安心去参军,家里的事就放心吧。 希望你在部队安心服役,听部队领导话,好好工作,我对他们说,好的,爸爸,妈妈,请你们放心,我的部队后会听领导的话,尽力努力工作,争取进步。 安慰几句之后,就告别父母亲,外祖母和家里的姐哥妹妹亲人,迈不下村里为我参军送行的篮球场地方走去。 在图中可看到村里一些房子级的砖墙上有多处铁着,热烈欢迎应征青年光荣入伍,一人参军,全家光荣,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,等标语。 今天村里是我王旭华和王之间两青年参军入伍,自然而然成为最亮的主角,心里定然是有说不出的高兴了。 那年,我们长阿索,有村仍是集体农业生产,是圆正公分的年代,农业学大战,工业学大庆运动,还在搞得轰轰烈烈,如火如荼。 正是那个时候,男青年们争取通过体检合格,能去部队参军是最高的追求第一。 到村的篮球场,接受乡亲们的送行时,村民兵营营长王贤卢代表村支部和民兵营,笑某更送了一本封面红彤彤的金装扮毛泽东选集,一些乡亲还送来了鸡蛋和香脏。 刘聚强亲又给我送来了金装相册,一些民兵青年送给我多本笔记本,他们送给我热情的希望和亲情的情谊。 村里的干部也组织上校小学的学生,在欢送我俩的篮球场上,拿着红旗彩席,大招小锣鼓,高兴采烈地为我和本村同事入伍的王贼间占有纵行。 村里举行简短的欢送仪式后,家里几个亲人骑着自行车,行了14公里的路,送我到了公社的武装部集合。 当全部入伍的几十人集结后,长安公社草制场的几十个年轻漂亮姑娘,就为我们每个先入伍的人,在胸前戴上一朵,想盯着光荣参军,摻映着热血青春的大红花。 武装部长成干权在送行时说,我的同志们,今天,我代表公社党委和武装部,集权公社的人民,还送你们光荣参军,希望你们在部队好好服役,为部队的典设贡献青春和力量。 接着,身材高大威猛的武装部参谋长李同亲向我们说,现在我国广西,云南两省的中越边境线上,一战火连天,大痕遍地,事情是非常紧张的时候,你们此时参军入伍了。 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使命和壮举,我们信任你们,祝福你们。 祝望你们去到部队后,紧快让我杀敌技术本领,报家为国。 同时要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,为人民力兴功,并庄严地发出启程出行的号令,同志们,出发。 就这样,我们东莞县长安公社,那年代是这样的行政春虎,共42人,韩虎门太平镇之清,钱满林,陈德辉,赵直东,钱庆坤等12人,走上一辆从东莞县国营单位807车队调来的解放台大卡车。 大家站在车卡上,望着路旁送行的人们,心里在说,再见吧,我的父母亲人们,再见吧,我可爱的长安家乡。 汽车沿着东宝公路,及东莞治保安公路,县市358省道,行驶了45公里,来到东莞县武装部征兵办,也就是当年的县政府里面,公社武装部送兵的领导, 将我们几十个人交给部队在那里来接兵的解放军有关领导同志。 中午办后,我们四十几人已被分好了,谁是哪个班,谁在哪个牌了。 我所在班的带兵班长,市外河南急得更小溜,他给我发了一套战新的军装和新兵入屋之时,印发的被子,一个帆布提包,一个挂包等所有物品。 当我脱下普通服装,换穿好绿色新军装的那时,看见我村里的织部书记,1969年参军的东莞第一届老铁道兵王监红来到跟前。 他说,他这三天正好在县城参加东莞献抚。 召开的各生产大队织部书记会议,趁休息时间抽旋来找我和王志堅看梦一下的,说是要专程过来,为我俩送行。 他握着我和王志堅的手,略停了一会说,你俩人今日已穿上军装参上军,走向令人向往的军营了,祝贺你们。 祝你们往后在部队完成好联队里各级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,并保重好身体。 那时我很受感动,用心听着他的勉励。 他还叮嘱我俩的部队后要好好干,争取进步。 我感动的说,请监红之书喝上脚香亲们放心,我俩人会争气当好兵的。 晚上,东莞县府里头的真兵办公室,在礼堂旁边的篮球场上,给我们东莞五百多名入伍的新战士放了一场电影,也算是给我们这批银争青年入伍送行的最高礼遇。 电影放有两个片子,一个是根据马克西姆高二级同名小说五千媒体改编的苏联电影《五千》,另一个是国产化灯动画片《鲤鱼跳龙门》,此时和几百人穿着同一绿色军服,整齐的排着队,坐在地上看着电影的续华我,深深的知道,自己已经是一名解放军心战士,为自己能到部队这个阵营里,锻炼成长而感到喜悦。 在心中为自己能实现之前的参军理想,而感到光荣和自豪,四十年前的事已经远去,但那一天入伍参军的暮暮情景,那些人们送过参军的关怀和热情,至今依然历历在目,记忆有些,我不会忘记,将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光荣参军的第一天。 二,这些,将永远激励着我,负责着我,我的心要永远的怀着对父母亲人,对乡亲他们的感谢和感恩。 2018-1214,王旭华,广东东管市长安镇员。 1978年12月入伍时,在一师四团一营五连,四团几散并入二团十边入十六连。 1981年8月入学到铁道兵学院学习两年之后,分配到三团突架队。 字边,眼睛平白浪行。